看到又是谁在爆料呢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又是他 他说莫德纳疫苗在周末就会来了 周玉寇呢今天在电台节目当中谈到疫苗 说周末会有台湾订购的疫苗要运抵 这次呢他也将消息在那边揭露了 周玉寇说其一呢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先请承诺6月底前呢要有200万剂的疫苗 扣除呢是已经抵达的疫苗 36万剂之后表示还剩下164万还没来 先前呢采访前任的卫生署长副署长李龙腾 事后呢逼问剩余的疫苗什么时候会到 对方就回答杀说放心啦一定会来的 另外一个消息来源说是来自于立委王定宇 王定宇呢来看到昨年脸书 深夜呢他也po文了他说快要周末了 期待有美好的事情会发生 表示说期待中那么周玉寇对此贴文就有所解读了 他说王定宇这样子说呢是有意思的 表示说王定宇的消息呢也向来很准确 找到了蛛丝马迹之后求证 便能拼凑出独家的消息 原来周玉寇的爆料他是有所本刀 他其中有一个消息来源还是王定宇呢 不过看到呢周玉寇这样子爆料 那么今天下午呢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 指挥官被问到这句话的时候 看他怎么回应 然后至于刚才讲到那个消息 现在我没有办法证实 包含了鸿海还有台积电 以及呢慈记都希望能够帮政府来买疫苗 但是现在到底进度是如何呢 说好了疫苗 你知道这背后有什么利益冲突吗 还是又被卡住了呢 中央所购买的疫苗到现在只有111多万剂 而现在地方呢也只能自救 包含了云林县联合的台东花莲 还有南投这四个县市的 蓝营的执政的县市呢 他们委托了盛宏医药公司 购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盛宏医药呢在24号正式递建到了中央食药署 各个首长他们强调说 要让民众施打好的疫苗 才能够让大家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经济当然也才能够复苏起来 云林县政府 街头花莲店政府 还有南投县政府 以及台东县政府 共同委托盛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BNT的疫苗 那盛宏医药有限公司 也在昨天上午正式向食药署 正式递建提出购买500万剂的BNT疫苗的申请 那至于这批500万剂的BNT疫苗当中 就有云林县政府的100万剂的疫苗在其中 由于云林县采购的数量仅仅只有100万剂 这在国际疫苗 整个商业采购市场上 可以说是为不足道 缺乏盘盘筹码的状况下 我们实在难以用隔离的价格取得疫苗 另一方面也因为先前行政院坚持原厂授权书 那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这个商业交易行为当中 跳过代理商要拿到原厂授权书实在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以至于在整个疫苗采购上面临到很多的困扰 我们更看到因为郭台云先生的永龄基金会登高一孤 接起民间团体主动协助采购疫苗的大旗以后 台湾所面临的疫苗缺乏的困境 显然已经露出了曙光 我们都希望全民能够有全体的防护力 能够保护我们所有的乡亲 大家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复苏能够还容 原来跟云林县和买来部分是由另外一家生技公司 那花园的话 它是跟闽胜的相关的子公司的药厂他们去做 那目前他们所锁定的这个疫苗是BNT的疫苗 那老实讲大家都可以看到 目前包括台积电或者鸿海 他们也都是在洽谈BNT的疫苗当中 那就我们了解 其实目前他们已经有跟相关的代理公司都有在接洽 只是因为还是提到刚才我就提到说 因为还有一些所谓原厂授权书 还有一些相关的认证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期待说 如果鸿海跟台积电能够走出一条路出来的话 或许对后续我们地方政府在采买上 就有个方向可以去做疫苏 买疫苗的这条路到底好不好走呢 因为最后又回到了原厂授权书 刚看到花莲南投政府委托了药商来采购新冠疫苗 昨天到了食药署完成的送件 现在传出云林也委托送件 不过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 根据了解 现在地方政府要采购疫苗很困难 他说除非有拿到了疫苗供货的证明 指挥中心才会尽量的协助 这是指挥中心最新的回答 Bliss 立心地 overall ย acknowled mej继续 将刹伎 vào 时 感谢观看